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律法引领我们使我们认识不能以自己的无能为托词 我们应当借律法的引导省察自己 省察自己使我们发现两件事 第一 当我们将律法所要求的义与自己所思所行相比较时 就会发现我们根本没有顺服神的旨意 因此我们不配称自己为神所造的 更何况称自己为他的儿女 第二 当我们省察自己能力时 就会发现自己软弱无能遵行律法 甚至根本无能遵行 因此我们必会怀疑自己是否有真实的良善 开始烦恼担忧 恐惧 害怕 当我们的良心受律法责备 认识自己的罪恶 感受到罪的重担时 就立刻想到神的公义审判 惧怕死亡的刑罚 同样的 当良心面对许多证据 证明自己软弱无能时 就不能不对自己感到绝望 这样的恐惧战惊 灰心绝望 使人谦卑和羞愧不已 最后 人因意识到永死的刑罚 而惊恐不已 因他明白了 这是神对他的罪的公义审判 他只有投靠神的怜悯 唯有神的恩典是他安全的避难所 如此 人因察觉自己无法偿还他亏欠律法的债 而对自己感到彻底绝望 就被驱使寻求和等候从生而来的帮助 律法是迅蒙的师父 引导我们到主基督那里